你知道嗎 不少的手機廠商 包含蘋果的iPhone 他們現在都在考慮一種商業模式 也就是你只要固定的月角固定的金額 它會定期的幫你換一支新手機 那這種經濟模式 它就叫做訂閱制 整個企業跟消費者的關係 也從過去一次就完成交易買賣的客戶 變成像是訂報紙一樣 是需要長時間經營的訂戶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有祖瑞公司 它根據全球數百家 實施這樣一個訂閱制的企業 相關的數字 整理出來的訂閱經濟指數 從這裡的圖表你就可以看到 這十年來這項代表訂閱經濟的指數 它每一年都在往上成長 也就是你看到綠線的部分 那同時我們看到黃線 它代表的是美國前五百大的公司 也就是標普五百指數 你可以看到它的成長 是相對的比較平緩 那如果我們再進一步的看 十年的訂閱經濟平均的這個成長率 它達到的是百分之十七點六 同時標普五百指數 它的平均年成長率只有百分之三點八 整個換算下來 兩者是差了四點六倍 這樣的一個差距反映的是 訂閱經濟營收 它的成長力道有多麼的大 再來我們來看到另一項指標 它代表的是訂閱經濟指數的年流失率 也就是這些訂戶 它到底會流失多少 我們來看到從2019年到去年 2021年 採取這樣一個訂閱制的企業 他們的訂戶流失率 呈現的是連續三年的下降 這表示整個市場跟社會大眾 其實對於這樣一個訂閱制的商業模式 它的接受度是越來越高 接著這段全球週末特條 我們要帶你一起探討 這種顛覆過去以商品思維為主流 的新商業模式 這是所有權時代的結束 大家更在意的是使用權 說出這句話的是 最早提出訂閱經濟的左宣婷 他是全球最大訂閱管理平台 祖瑞的執行長 即共同創辦人 並且在美國史丹佛大學商學院 教授訂閱商業模式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想到商業模式 我們在心中的新型模式 是這個概念 自由 自由 讓我們想到 哪裡 哪裡 我們想到 當我們想到 銀鑽串流是訂閱經濟代表產品 Netflix全球會員數突破兩億兩千萬 可是今年第一季 卻迎來過去十年首度會員數下降 股價更是暴跌將近七成 下一季更預警兩百萬會員流失 究竟是什麼地方出了問題 這是一個困難的商業 內容不只能花更多 內容必須得更好 我覺得內容的成功 和內容的成功 並不是花太多 實際上 項目的成功 並不是需要成功的成功 除了上升級的成功 讓消費者從擁有改為使用 需要時間 另一個零售業巨人Amazon 用訂閱模式 為公司提供穩定的收入 我的生活是在Amazon 我會說 我超級在Amazon Prime 我會說Amazon是第一名 亞馬遜去年Prime 全球會員數達到兩百萬 其中一百五十萬在美國本土 一家亞馬遜就佔了全美國零售電商四成 重點是Prime訂閱會員 比非訂閱會員多花了四倍的金額 只要消費者付年費一百三十九美元 之後所有的交易都是免運費 也可以免費享用其他相關的影音服務 你不想成為那些愚蠢的人 在你不使用資金 然後客人變成更活躍的購物 因為他們想使用他們的免費 英國一家咖啡連鎖店Pretton Munger 在疫情的影響下決定推出 咖啡訂閱制服務 每月花二十磅就可以獲得五杯咖啡 茶或是其他飲品的兌換額度 在訂閱制推出的首日就獲得一萬六千五百名用戶訂閱 事實上能夠被訂閱的不只是影音串流 電商或是軟體等內容產品 很多日常用品或是你從未想過的品項 包括燒肉 鮮花 襪子 刮鬍刀 尿布 化妝品等 這些日用品或是女生最愛的名牌包 都可以被訂閱 身為手機龍頭的iPhone 未來也計劃推出手機訂閱服務 只要付固定月費就可以每年換上新iPhone 如同訂閱經濟書中所說 新世代的消費者不再想擁有一堆產品 而是只想要取得相關服務滿足需求 新的商業世界將會從過去產品導向 轉為服務導向 國際數據公司預估到了2030年 全球有一半的大型系業業務重心 將會是創造數位加值產品服務和體驗 強調服務而非產品 未來的消費者會不會更認同這樣的商業策略 答案正在揭曉 全球兩大零售巨人亞馬遜沃爾瑪 究竟如何善用訂閱制牢牢黏住他們的會員 下一段節目千萬別錯過 美國公司亞馬遜的市值破兆美元 其中Prime的付費訂庫是超過了兩億 另外一位地表上對策的雇主沃爾瑪 他為了要迎頭趕上 不斷加速企業內部的數位轉型 平平地來出招 現在帶你看到的是沃爾瑪 他要如何運用最新的科技 打造全新的消費體驗 全球排名第一的電商亞馬遜 擁有最多實體店家的零售巨人沃爾瑪 兩大巨頭透過實體和網路雙全出擊 他們牢牢把客戶抓在手裡的法寶之一 就是訂閱經濟商業模式 強調經營永久的客戶關係 而不再是一次性的交易買賣 我沒有必要擔心去買東西 我已經知道我買了什麼 這就是我自己想的 我認為疫情當中的安全項目 也有很大的推動 讓很多人開始買東西 每天都買東西 2005年亞馬遜推出 Prime會員制度 只要付年費 就可以不限次數購物免運 而且在兩天內收到包裹 特定地區甚至可以 在六小時內收到 另外還包含各種娛樂價值項目 到現在已經累計超過兩億人規模 創造出價值1.6兆美元 世界第二大的銀售企業 這個古早微廣告可說是 深入美國人的心裡 永遠低價 節省更多 沃爾瑪是全美擁有最多 分電數的連鎖大型超市 也是全世界員工最多的僱主 而90%的美國人 在距離住家10英里 都有一家沃爾瑪 雖然電數及員工都是最多 但在2021年 沃爾瑪的營業額 竟被電商巨人 亞馬遜首度超越 我們有4700個地方 如果店鋪 成為一個維持中心 我們可以送那些東西 最短的距離 最快的時間 雖然沃爾瑪曾經在2016年 買下線上折扣商店Jet.com 但它的電商業務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根據全美電子商務統計 亞馬遜市佔率高達四成 幾乎是沃爾瑪的六倍 面對電商大局搶生意 2020年沃爾瑪推出 Walmart Plus 用來反擊亞馬遜的Prime方案 亞馬遜Prime會員 每年付139美元 不但可以享受超過 1500萬種商品 當日送達服務 在2000個城市 享有兩小時送貨服務 還有各式各樣的娛樂服務 包括Prime Video Amazon Music Prime Reading Prime Gaming Amazon Photos 為了跟亞馬遜對抗 Walmart Plus會員 只要繳交98美元年費 就可以得到各種會員福利 包括當天送達 和自由商品免運費 每年6月的超級週末促銷活動 Walmart Plus會員 還能享有超過 14000家加油站折扣 Walmart也使用其中央店 和特別是 跟客人的近距離 做了大量的投資 在速度的公開項目 不只地上跑 還有天上飛 沃爾瑪在美國六個州 共37家門市 約400萬住戶 提供無人機送貨服務 只要3.99美元 重量不超過10磅 就可以在半小時內送達 不斷從客戶身上 尋找痛點 用科技 或是更人性化的方法 回應顧客 是Walmart 慢慢追趕上亞馬遜的原因 最新的招數 是直接把商品 放進你的冰箱裡 我們不能放進房間裡 或住房間裡 這很棒 我們不可以外出 要牢牢連住消費者 你要想盡各種方法 亞馬遜創辦人貝佐斯 不斷重複的名言 就是提供客戶大量選擇 便宜價格快速送達 如何跟客戶維持一段持久的關係 亞馬遜和沃爾瑪 推陳初心的訂閱制方案 做出了最好的示範 好 這樣的一個訂閱模式 它不只是收錢的方式不太一樣 其實整個商業的經營跟工作的思維 同樣也出現了翻轉 我們可以用這一張圖來說明 兩種新舊商業模式的差異 我們來看到傳統的模式 它是以產品為出發 蹭過這個通路 把貨品送到顧客手上 當然是賣越多的商品越好 但是這樣的一個訂閱經濟 它追求的是訂戶數量越多越好 完全是以訂戶出發 那打造一個更好的體驗 更好的通路 更好的服務品質 要把這些訂戶 通通黏在他們的企業身上 這幾年其實從十一住行娛樂 很多的台灣企業 它也嘗試要採用這一種訂閱模式 當然開啟了全新的服務商機 一起來看我們的採訪報導 Spotify都要訂閱了 當然在家裡看的那個Apple TV 或者就是電影的頻道 拍了一堆相片也要訂閱嘛 所以這年代應該是 很多事情都得要訂閱 十一住行娛樂 什麼都可以來訂閱 一場新冠疫情 似乎為訂閱經濟 找到新的突破口 但訂閱商業模式 真的適合所有企業嗎 創立八年的雜誌圖書館Bovn 今年推出了雜誌人俱樂部服務 只要訂閱就可以把全館的雜誌 借回家看到寶 還能郵寄送到家 真的是因為疫情 推了我們一把 對 因為大家不能來 所以我們就是算是順勢 退出了這樣的服務 疫情會讓消費者慢慢轉移 喝咖啡在家裡喝 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們 把咖啡都賣到客人家裡 這可能是一個很好的商機 疫情讓在家工作變成新常態 也創造了新商機 有需求就有供應 而過去做不到的服務 因為手機及網路數據科技普及 讓更多企業有機會實現訂閱經濟 某種程度我覺得也是分享經濟的某個部分 那從這個角度來看 其實尤其世代還有科技的變化非常的快 也加速了這件事情 尤其是年輕世代的朋友 他們接受度非常的高 要成功推行訂閱制商業模式 需要符合三個條件 包含企業必須有足夠的專業知識 找到願意付出更高價格的顧客 並且要能持續提供優質服務體驗 串流影音產業可說是符合了這些特性 從小朋友專屬的音樂庫到全家人一起分享 KKBOX抓緊疫情下的需求 打造了更多獨特的體驗服務 也讓付費用戶來到了200萬 如果你像是訂閱音樂的聆聽的權利 或是訂閱KKBOX這種串流平台產品的使用的權利 那的確是比較像是使用而非擁有 但如果你說我訂閱報紙 我訂閱牛奶 你還是擁有它 所以還是要看你購買東西的本質是什麼 訂閱經濟強調的是 以顧客為核心 帶動商業循環 重點在於服務 而不是商品本身 就算同樣是餐飲業也有不同的屬性 推動訂閱制不見得都能成功 台灣之前也有手搖飲業者 嘗試推出飲料訂閱 但最終因為反應不如預期而喊咖 其實我想做的是不但要跟咖啡愛好者有很深的關係 所以我們是透過我們的加盟業者 然後我們把它做更深更好的咖啡訓練 再讓他去服務我們的客人 所以我是希望創造一個三方面的關係 然後這個永續發展 如同蘋果創辦人賈伯斯說過 消費者有時候並不知道自己所需要的是什麼 直到你把商品發明出來 假如能夠挖掘出消費者深層的需求 並且加以滿足就可以創造出炙手可熱的商品 現在多媒體的閱讀的形式也越來越多元 不管是從手機 未來我覺得也是一種VR的閱讀的模式 真的是有越來越多的年輕的朋友 會想要回到紙本閱讀這件事情上面 這個是一個蠻有趣的事情 比較接近像是以前的黑膠唱片 又回歸這件事情的一種狀態 消費者的需求不斷的變化 過去有不同的分眾 現在有各自的同溫層 如何得到消費者的認同 社群媒體是一大推手 我們看到很多的社群媒體的興盛 那大家在網路上面 其實很容易能夠找得到 在某個領域上品味相同的人 因此非常多的微小的社群就因應而生 然後大家更在社群中 尋求各種不同的認同 那這都是我們所看到 比較大的一個機會 訂閱經濟拉近了消費者與企業的距離 但企業能不能跟顧客 發展出長久可持續的關係 最後的關鍵 還是企業能不能提供 消費者心裡真正需要的東西 企業推行訂閱制 但是真的什麼都可以訂閱嗎 成功的商業策略 到底有什麼美美嘎嘎 下一段節目商學院的教授來解答 雖然訂閱經濟它已經出現一陣子 很多的產業它也成功的被訂閱 但是更多的是反應不如理想最後放棄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政大商學院副院長邱一佳教授 跟我們一起分析訂閱經濟這種商業模式 它帶來的機會跟相關的挑戰 首先我們想要請問這個邱老師 就你的研究 這樣的一個訂閱制的這樣一個商業模式 它的優缺點在哪裡 事實上我們在講訂閱制跟非訂閱制最大差異就是說 本來是一次買斷 顧客變成從一次買斷變成說多次的負 所以這時候對企業端來講會有幾個好處 第一個好處是說 你會有一個非常穩定的現金流 因為只要這個用戶它不退訂 你大家都可以預期 不管是你是月腳或計腳或黏腳 你固定就會有一個現金流在 那對很多企業經營來講 其實穩定的現金流 是比一大筆營收有時候來的更重要 第二個好處是說 因為既然是訂閱制它是長期的時候 所以這個時候用戶的使用行為都會在你的掌握之中 比如說你可以知道說它看了什麼 比如以我們說Netfree你可以知道看什麼 因為它都在上面 或者你會知道說它接下來定了什麼服務 比如說它衍生了什麼東西 因此你會第二個好處 你掌握用戶的行為 當掌握用戶行為之後 你未來的研發的方向 新產品的方向 甚至成長的動能 你就可以規劃 好 第三個好處是說 因為它都在上面 因為它都在你手上 不管是在你的App上 或在你的服務上 所以你今天要推出新的服務的時候 它的速度也可以比較快 好比說你軟體公司他們做訂閱制來講 因為就是用雲端嘛 所以你一更新之後 它就可以立刻更新 所以簡單講訂閱制會有這三個好處 第一個穩定的現金流 第二個比較能夠預測未來的發展方向 第三個你的反應速度可以比較快 它的缺點在於說 你以前可以一次的營收制進來 現在變成多次 所以你的當期的數字可能會比較差 所以從用戶端來看 它會有一個缺點 如果這個商業模式不能長期的協助你成功 或者隨時推陳出新的時候 其實用戶會覺得很枯燥 用戶會覺得很乏味 所以這個是如果從用戶端來講 它的缺點主要來自於這一段 好訂閱制這樣的一個商業模式 它帶來一個穩定的現金流 這當然是企業它很大的誘因之一 那除了這個之外 企業它採取這樣的一個模式 它還有哪一些地方是需要來考慮的 第一個訂閱制要成功會有幾個關鍵 第一個你顯然是用戶願意長期訂閱你 所以這就要回到一個非常基本的問題 你有沒有一個獨特性 如果你沒有獨特性的時候 我為什麼要長時間買你的服務 我們舉個例子 比如說蘋果日報當初推出訂閱 因為聖上事後證明是失敗的 很大的原因是說 蘋果日報過去的強項可能來自於說 我有些獨特的比如說八卦新聞 或各種的新聞 可是為什麼同樣新聞這件事情 蘋果日報沒有成功 可是比如說紐約時報 甚至我們說國內像天下什麼 似乎大家比較願意 很大的原因是說 今天當蘋果日報出來一個新聞的時候 一個八卦新聞之後 可能沒多久其他新聞媒體也跟了 所以這時候用戶會覺得這個獨特性 不是這麼明顯 可是今天不管是紐約時報 或者其他可能有一些 比如說比較研究型的 比如以前有科技導讀 或者是天下商周 他們做這個會比較能夠成功 這樣的文章 你可能在一段時間 看不到其他的媒體會出現 所以意思就是說 這時候用戶就願意甘願 付這個錢訂閱 所以訂閱是很重要 要成功 第一個要獨特性 第二個是說 你有沒有辦法把一次的需求 變成長期衍生的需求 好比如美國有一家公司 是做衣服的 叫Steve Fix 他很有名就說 照理說衣服也是一次性需求 我今天買的就穿 可是他今天在賣的就不是衣服 他賣的是一個穿搭的組合 他每個月就會有一些設計師 根據你的需要 根據你的特性 一次寄五個包裹給你 這五個包裹就是他幫你調好 是什麼樣的東西 那你可以決定五個要不要留 或者是說你覺得不好 那就退幾個過去 好 那你留跟不留的時候 其實背後就像是AI系統在貼標 你等於讓這個AI 他會有演算法知道說 你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 所以慢慢他就越來越進步 因此在這個服務 乍看他好像一次需求 在賣衣服給你 可是不是 他把一次需求變成長期的衍生需求 他在賣的是一個長期的穿搭服務 他是在幫你做穿搭的設計 所以簡單講結合這兩個特性 訂閱制要成功很大的關鍵 要有獨特性 第二個要能夠把一次變多次 所以綜合來講是 訂閱要成功是 我可不可以長期協助我用戶 在要完成這個工作中 持續的成功 好我們在傳統這樣的一個商業模式之下 賣產品就是最大的一個他們要努力的地方 但是現在才行這樣的一個訂閱支支扣 對整個的商業模式 他們需要做哪一些調整跟哪一些改變 第一個因為訂閱制在賣的已經不是單純的產品 訂閱制在賣的是一個完整的一個服務 而且這個服務呢是能夠協助用戶成功 所以他的訴求行銷方法 絕對不能用產品導向 所以他第一個轉變一定要從產品導向到用戶導向 那過去我們對訂閱制會有個迷思 很多人會問說請問像咖啡祭杯是不是訂閱制 對不對 或者是說那過去很早就有啦 比如說賣影音機賣事物機 對很多辦公室它是用租賃租的模式 或者汽車也會租賃的模式 請問租賃是不是訂閱制 從我的觀點來講 第一個租賃它很像訂閱制 所以它本身就是訂閱制的最 目前我把它叫1.0好了 因為它就是改變定價的基礎 然後我本來不用買一台影音機 我可以透過租用 那你會發覺我只要在這個時間點 我有任何所謂影音的需求 這個廠商都會幫我搞定 比如說該換機器或是碳粉夾 它都會幫我處理掉 所以它也是協助我完成某種工作 只是它沒有像我們現在講的訂閱制 來結合AI 然後這麼更有效的去解決到用戶的需求 但是它已經有訂閱制的特性了 好可是如果問我像咖啡祭杯是不是訂閱制 我覺得它不像訂閱制 它其實是叫做預售 就是說我先買100杯 或者我先買50杯 其實它是某種變相的降價 所以本身來講它不叫訂閱制 它是某種價格策略的操作 所以這個它不能跟訂閱制混為一談 所以意思是說 如果你今天走的是屬於像咖啡祭杯 就是這種預售的 那你可能就要用傳統的行銷做法 它還是比較產品導向 比如說我要知道我的TA是誰 然後呢我的價格策略 我要怎麼設計 我要怎麼讓它打到它的痛點 讓它覺得值得我先預售 先買100杯起來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真的訂閱 不管是1.0或者我們現在講的訂閱 你就要開始用戶導向 要知道它的痛點在哪裡 我怎麼協助它 謝謝邱麗嘉教授精闢的解說 看來任何的新的商業模式 都還是要接受市場跟消費者的考驗 今天今天的全球中部特調就到這裡 我們下回見 就這樣看見 就像了個禮拜 你去到家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